杨宾还是那初戴个穿个那个化身衫的 戴个蛤蟆镜啊 然后穿个牛仔裤 大三斤头擦正料啊 老卷式的头发 现在我这造型像傻逼 但当年一早挺那么精神啊 是不是老铁 现在你看那个年代的人造那初 他还觉得挺精神的啊 包括后面跟着迪有三十来人的 骑自行车的啊 全是各顶各的啊 老铁后面自行车上带着小狗吧 因为杨宾也知道 说这个周老板有点脾气啊 别这匹小子不服啊 是不是 严谨也带着当时二三世人 而且各顶这都拿家伙事 他这里面老铁啊 也有两个小子拿着老猎的 剩下的啊 拿着个棒子的啊 包括拿着个毕手的 就这帮人 呼啦的骑自行车一溜 塞了人家到门口 门口这个人这小毛一瞅 咋来了 小毛十五六岁就进屋了 周哥周哥 那个 不好来来人了来人了 老周正喝小酒那种啊 来人了 来多少人呢 来的有三十多号啊 大摩的自行车 骑一排啊 老周一听我擦 来三十多人 再抽原来他们五个 老周这时候心都有点凉了啊 瞅瞅外面这个汉明城里玩的这些小孩 这些小孩啊 胆大的往前靠一靠 但是没有要帮干账的 明白啥意思没 胆小都离远远的 胆大的可能有个十个二十个的 赶前头 离着能有十米八米 这个丑呢 咋的 但是没人主动要帮干 老周抽越南 越南哪 行不行啊 不行的话 我把钱给他们吧 越南一抽 周哥 没事 啊 我们出去 走 小军啊 张军啊 汉江 不管 走走走走 哎 这不嘛 圆南他们讲话说 周哥没你事啊 我们走 我们出去 焦一南起身 跟着张军啊 圆南拿着把连刀嘛 张军拿着老猎啊 小双跟福果都拿了老猎 跟着就出去了 周老板一瞅 周老板不放心呢 说这帮毕竟是孩子 虽然十八了 又圆南跟小双十八 剩下那俩小十九 一个二十 他他妈三十出头 毕竟是孩子 老周人不错 老周就基本跟着就出去了 说我也跟着去看看 那老周跟着一出去了 那后面的小孩一瞅 好像要打仗 走走走走 过去看看去 小孩胆大的 也除了都有十七八个 但离的可挺远啊 都得离十来米 哎 在后面三五成军瞅着 哎 快去看热闹去 哎 那个谁呀 那不是那个 到外的杨斌大哥吗 杨斌大哥 大战焦越南了 哎 大战小南哥了 哎 看看去 大战南哥 就是哥了 汉斌城呼拉 越为人越多 他妈的为三十来后 也就是一分弄不到 啊 大伙都想看热闹 说看看焦越南 咋爱揍的 或者说 元南能不能把人给打了 那老铁 可能这帮小孩 多数都得心 元南他们肯定 得爱揍呗 元南他们一出的 老周他们也从这个 福派公那门一出的 正门 台阶那块 双方人呢就碰到一起了 这帮人也刚上台阶 啊 这杨斌一抬头 看见老周呢 老周一瞅 哎呀 那个 冰哥 他俩其实四十八的板 杨斌抬头 瞅瞅老周 啊 又瞅瞅 他妈一帮小鼻子 站在前头 老周啊 咋想的啊 啊 是给钱呢 还是咋的啊 啊 要是给钱呢 就把钱准备好 啊 摆在你面前两条路啊 第一条路 给钱呢 就把钱拿来啊 要是不给钱 知道不 啊 周立明 今天啊 就把你销住院的 老周瞅瞅 这工丁啊 袁南就说话 那个 你就是杨斌是吧 杨斌一抬头 哎 杨斌 袁南长得还娃娃脸 胖子 你看他长得胖子 娃娃脸 袁南讲话 说你就是杨斌呢 杨斌他妈 三十左右一瞅 袁南十八九岁 可能长得再年轻点 像十六七 顶顶一愣 哎 我事啊 你是 杨斌南一丑 周哥的弟弟 啊 那个 你这事啊 你别冲周哥说话 你冲我说话 啊 那个 这个钱呢 我们跟几个要挣 啊 这个厂子我们要照 是 是 是 什么 不是我没听错吧 张军往前一上 对 这钱呢 我们赠啊 我们都是周哥弟弟 啊 这五千五千我们赠 跟我们说话 牛逼电话 咱上出场后面 是不是吧 哎 这 杨斌一愣神 缓了 就四五秒钟 杨斌气乐了啊 瞅瞅这帮小崽子 杨斌身后面 凶的也都乐了啊 那都是壮年的 那都二十八九三来岁 现在话说 那么很多都结婚了 老爷们的 那年代人结婚还早 就现在老铁你三来岁 有个十七八的 小孩啊 现在一行子 喝你 你说你是不是也得行 但现在的社会不一样啊 现在他妈的迷糊 这帮小孩尴尬 那当年老铁啊 你吵这帮小崽子 杨斌一烂 不是 老周啊 你啥啥想的啊 整帮小崽子啊 老周啊 周立明也 不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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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哥啊 周立明非常聪明 他得圆滑点 因为他知道 居然来怎么好 他们得爱干 知道不 不一定能干过人家 老周就说了 说你看兵哥 这啥说呢 本来我都想给钱了 但你说 我这帮小老弟啊 那个 你也别生气啊 他们听说这个五千块钱 他们就想挣 他们想是吧是吧 一听说看厂子 一年能挣五千 你说 是不是 这几个小子 他就想是吧是吧 我也不好意思说不行啊 你看 正好呢 你也想看厂子 说看厂有事啊 还可以找你 这不吗 就当一个小口 那个 兵哥 别生气 这帮小孩 他们想是吧 希望你能给个机会 他们行 他们不行 这个钱我立马就给你 是不是 然后那个 跟我也没大关系 我就跟你说一声啊 那你看 你就给他们个机会呗 杨宾一吵 周老板那话老挺圆啊 说你正给他们打了 这钱我给你啊 咱别伤和气 哎 用罩着 杨宾吵吵老周 行 啊 老周啊 你挺有才 行啊 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啊 小崽子啊 咋的 要是不是 原南一丑 是吧 是吧 就是吧 是吧 啊 这个啊 不方便 前面离开所还进 你知道吗 这个啊 不方便 咱们上后院 那个汉册后面 挖工 那个华汉兵的后面 有个大汉册 这走在他后面 是不是 杨宾一吵 走 啊 说陪这帮小孩玩玩 杨宾一句话 这帮老大哥 人家东西 把三十来岁的 把自行车往那一放 最小的都得二十五六 二十七八的 车 三人来人啊 呼啦啦跟着就走 这时候原南跟张军 他们也往前走 林汉强 小霜 啊 那刘霜一瞅 小霜给后面走 小霜一瞅 哎呦我操 太多了 这人呢 刘霜小啊 跟原南一般的 三人还小 刚十八一瞅 哎呦我操 这人这么多 三人也不得挨揍啊 刘霜就这点嘚瑟了 老天 啊 这时候很多小孩 那个汉农场里 他说走过去看看去 哎 看看看看 哎 这南哥跟小军哥啊 就干他嘛 啊 呼啦的 这车手后面都 就就就围了个圈 老体啊 很快 这帮小孩都围三四十 但这帮小孩 没有一个是敢帮忙 那伙啊 这当时原南跟张军 还有林汉强 辅助馆他们 那几个人来到厕所后面 啊 老周也跟着就过去了 等他妈走到跟前啊 这时候 杨斌一白手 杨斌的兄弟 三十多人 老铁 中年男人往那一站 有俩小子 拿老猎的 还剩下的拿这个 这个讲话了啊 这个 这个啊 这这这讲话 棒着的 又又又又砍着的 挺贺人的 当时张军 这是 张军是个团伙里面 胆比较大的了 跟原南差不多啊 老铁 张军有当大哥的钱 这张军一瞅 都有点懵了 啊 真正朝亮的时候 张军都懵了 手就有点出汗了 知道吧 拿着老猎就有点出汗了 这时候刚走到社署那块嘛 啊 杨斌一瞅 走在后面那个谁啊 走在后面的小霜 走的比较慢 照小霜的后脑勺子 啊 邦就来他妈一个勺子 哎 就你这小鼻行 咋子还要打我呀 喝假酒了吧 哈哈哈哈 给一勺子留酸 小霜 挨一勺子 手都快拿老猎 瞅瞅 都这么差点没下哭了 知道不 没敢吱声 气势一下就吓了 紧接着 这不吗 严这般人就过来了啊 没瞧得起他们 其中的杨斌呢 瞅瞅谁啊 瞅瞅面前张军 张军这时候也害怕 说实话 要说不害怕 催牛比啊 张军手尖之冒汗 拿着老猎 哎 就这么端着 此时 张军岁数最大 他二十了 啊 远南没有十八嘛 张军二十了 人家以为张军是头的嘛 杨斌来到张军跟前 巴拉巴 他这个老猎 看他们拿个家伙事 咋的啊 会用吗 敢用吗 啊 把他妈家伙事放家 啊 兔崽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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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体啊 这时候的杨斌 来到张军跟前啊 一舞张军的手中的这个长杆子 说小孩 啊 不是剧情啊 什么剧情啊 他自己捅捅捅捅 一下整出我了 啊 谢谢大哥给的安眉啊 谢谢啊 这情人不好 他妈捅眼球 什么 得会没捅坏 捅眼球可疼了 当时就捂着张军的杆子嘛 咋的啊 小孩 啊 敢打吗 啊 拿着笔玩会玩吗 啊 把家伙事给我放家 啊 今天我不欺负你们小孩啊 你们现在把家伙放去 我他妈不难为你们 这时候他耗着张军手中的家伙事 但张军啊 没告诉你 有点懵了吗 张军 我跟你说张军咋的啊 张军是啥人 就是他永远他跟原南在一起 他得活在原南的光辉之下 啊 啥意思呢 就是啥仗 原南要是先动手 这笔敢动手 明白啥意思不老体 啊 原南要是不动手 就他胆是挺大 但他有点就是 就不敢打这第一枪 就这个意思啊 这笔就有点懵逼啊 然后他害怕 身出汗了啊 讲话放下 放下 今天我不收拾你啊 小崽子 我不欺负你小孩啊 张军瞅瞅 那个 不是 大哥 你要是不难为 周老板我周哥 啊 这事 可以拉倒 其实老铁张军是挺硬实的 一个十八大九二十来岁的小孩 跟一个三十来岁的成名的混 他能落这壳就行了 说说 你要是不不难为我周哥 这咱们可以拉倒 其实是挺硬的 但是实际上有点拉了 也啊 软动带硬吧 啊 但他东西可没放下啊 他说你要不难为我周哥 这这这这这这仗可以不打 我可以不不也就拉倒 他这一说 啊 这个时候也后面有两个小子啊 照着当时谁呢 照着当时人说的不是别人啊 照着旁边的这个林汉强 啊林汉强那时候也不行的 照林汉强 巴就一个嘴巴 林汉强 手中拿了一个小片卡子 巴就一个大嘴巴 撤 哎 下边的你还拿个刀 东西放下 林汉强巴被打 打个嘴巴 林汉强吵吵 林汉强也没主行主了 吵吵南哥跟君哥吧 啊 有人说元南弄手没有 没有 元南也害怕 啊 他毕竟这个人还是还是十八岁 还没真正出入江湖 张军瞅元南 元南这个人 汉强也瞅元南 啊 福祉强那个阿鞋瞅元南 一个小子一瞅 这也不行啊 来到元南根庆啊 这时候 啊 瞅着旁边 把那吉本家伙权放下 啊 还这不拿个镰刀 咋的 咋地啊 把家伙权放下 哎 就让旁边把家伙权放下 那老铁 元南拿了镰刀 他也不能放啊 啊 就在这时候 谁啊 杨斌就说了 几个小崽啊 这么的 啊 既然他们想挣这份钱 让他们知道知道 吃江湖饭都难 给他们撂倒 全撂倒 哎 说全撂倒 这时候在元南跟前 这小子啊 人高马大 一米八度 那年代一米八度 在这儿的手 照着焦元南啊 说 说你放下 不想宰 说你 没听着啊 就一电炮 照着元南就过去了 他这一电炮 老铁 啪 打元南脸上的 元南也像我是啪 这一乌哑 但老铁啊 就在同一时间 这帮人有点笑的 下气 仔的啊 回首元南拿这个镰刀 古代就是打仗 骑马 那个勾马腿 那比玩勾镰刀 知道不勾镰刀 那玩意就勾连枪 其实原理都是玩意 那镰刀不就那玩意 能砍能勾 能啥 元南回首 咔 照着一想 这个大腿 哭擦下就 就渴过去了 一搂 咔着一落 老铁啊 那玩意虽然没有砍到 那砍的力量 但是这么一勾上去 往回这么一落啊 大腿是给你勾不舌 但是从上到下 哭擦着一下子 不得 咱也没挨过镰刀 那个勾腿啊 不知道啥感觉 我估计连皮带肉 都不得咳些一片呢 就听那小杀猪般的叫声 元南照着小腿吗 咔 咔 这一漏 就给这小勾倒了 躺着五大腿 元南讲话 我呐 又照另一个小大腿勾去了 就在这时候 两个小子连连被勾倒之后 这时候 张军可能也是受到元南的骨骼了 这玩意儿我说了 张军就是永远看元南动手不动手 元南一动手 张军讲话 我去你哪 张军手中的加分就响了 那筐就在一下子 糊通一下子 喷倒四五个 还是那句话 照着对面的胸口就来了 但老铁他毕竟他只是个杀盆 不至于打死人 杀伤力挺强 这四五个人都喷到胸 胳膊上拿着封脸上 反正就传麻子 那年代 你我擦 啊 干 大哥 干 这时候啊 老铁 也就在这时候 有人寻思说 这一仗元南不得赢啊 我告诉你 可不是那回事 你小看了这个杨饼 他们可不是刘文杰 刘文杰也算是 媚成年的 真正的混的 改他妈对家 文化工 欺负欺负小孩去 这帮逼是成名的老炮 敢干 真正的混的 啊 而且人家三来人里面 第二十来个都贼猛的 一吵 小笔孩敢动手 咔嚓上去 去给你妈狗爸 啪啪的 连车 啪啪的 元南连狗倒两三下了 之后 元南就被人一棒 就消倒了 紧接着张军 手中的家伙事 打完一发 他就没了 他那晚上 他得现装啊 啊 张军拿着东西 还砸的 啪啪 几下子 给张军一飞脚 也干倒了 这时候老铁皮 打元南跟张军啊 咔咔咔咔 旁边林汉强都吓蒙了 眼睛讲 放下放下 王福果 手中的家伙都没打 福果也蒙了 福果把家伙事 就扔立了 大哥 你们别打我 大哥啊 福果就就把趴低下 眼睛造福果 还有林汉强 包括这个小孙啊 叉子 这顿打老铁 那老铁二三十人 踢的几个小孩 那联邦带着带飞脚的 带炮子的 那还有好吗 打了猪猪的 有一吨多钟 就在这时候 他们跟刘文杰的团伙 不一样在那 刘文杰的团伙 胆小 你胖给一扬炮 都不敢动手 那这帮人呢 是你打他们 他不打你个狠 敢动手 所以说区别就在这 就在那时候 大伙儿 狂听堂咳呢 老周一瞅 别别别别 周哥啊 就是那个周老板 周立明 说别打了 别打了 别打了 兵哥呀 别打了 别打了 这个 都是孩子 是不是 别打了 看我面子 钱我都准备好了 别打了 别打了 这种劲儿啊 袁南跟张军都被打得最狠 他俩都已经 可蹦了 给厌营 此时 杨斌一百岁 住手 哎 兄弟们 巴巴巴巴巴都住手了 都住手了之后 老铁啊 老铁都住手了之后 这些人啊 有人说说这边受伤了 有个四五个 有两个是喷腿上吧 有几个签粒 看不得啊 都没长地 有两个小子稍微重一点的喷身上啊 胳膊上出血了 老铁啊 得上医院啊 说白了 但是眼界最内面没啥大嗓 抓住手複 感谢观看